身為專業的汽車從業人士 有件事情我們每天都要面對 胎壓 胎壓它可以直接影響到我們行車的舒適性 安全性 輪胎的耐用性 過低的胎壓或過高的胎壓會怎麼樣呢? 會爆 會爆之外 那個磨損很不均勻的話 其實輪胎也用不久 就會提早報銷 經濟已經這麼差了 輪胎能用多少就用多久 還要對調 你這樣用變形怎麼換呢? 不行 但是這點我們也很清楚 每次上車都要用目視尋一下 很明顯這個胎怎麼露這麼多 就可以知道它一定有在露氣 廢話 每天這樣查其實有些儀器 汽車百貨有賣電子儀器 插進去跟你講說你現在胎壓多少 但是你如果知道你這個明顯少了怎麼辦 還是要開出去加油站 或者是一些車行 熟悉的車行幫你打氣 對 太麻煩了 是啊 像我的車呢 它剛好配了就是這個 原廠的補胎計跟這個打氣機 好處是打氣的時候速度還蠻快的 缺點就是 它這個錶也不是PSI 你要自己去換算 有點麻煩 對 而且這樣包裝這麼精美 我也捨不得拆 反正的是他XX好網耶 你有什麼好方法 這胎訊 蛤 我用這個就搞定了 我們在講胎壓 你拿重機的鎖出來幹什麼 哈哈哈哈 這是電子打氣機 電子打氣機喔 對 做得像鎖也不簡單 那它怎麼使用呢 很簡單 拿出來 我沒有喝酒 這什麼東西啊 對 這插進去對不對 插進輪胎 你打開就通便了 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測胎壓 測胎壓 看哪裡 這邊有號碼 這還沒撕好心喔 對啊 然後這個測胎壓 然後呢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 你胎壓多少啊 喔 那想要增加或打 怎麼辦 就要看怎樣 加跟減 對啊 可以設定到你的胎壓 而且它還有內建幾個 機車腳踏車 汽車的大概的值是多少 沒錯 等一下 那我要怎麼知道 我車子輪胎應該打多少PSI呢 通常啊 你把你的駕駛座車門打開 會有一張貼紙 它壓這個標示在B柱上面 喔 我記得這貼紙了 對 它會跟你講說 譬如你現在三個人 或五個人 PSI要打多少 這邊是值是不一樣的 對 還有前輪跟後輪 對 那我這個 貼紙是比較基本一點的 對 聽說你的貼紙有很多資訊 啊 假講 哈哈 歐洲車 對 可是我的不是在B柱 喔 D柱 這種高檔車 你一定沒見識過 輪胎下面 答錯了 在我的油箱蓋裡面 油箱蓋裡面 那它多什麼資訊 它很好玩 它有各種 你升起各種輪胎尺碼 以後的胎壓 喔 對 各種尺寸 這也太貼心了 對啊 好 我以後一定買個歐洲車 好 等一下啦 不用啊 我給你一張貼紙就好了 我還是覺得這個東西 像鎖的打氣筒 到底行不行 我們就實際 用我的車來測試一下 好好 好不好 看它打一個輪胎要多久 走 走 欸欸欸欸欸欸 你幹什麼 不是要量胎壓嗎 胎壓 用這個幹什麼 欸 這好像煙斗 用這個就可以了 用這個可以 對 那要怎麼使用呢 很簡單 用手把它轉下來 喔這可以轉下來 然後呢 裝上去 32 只有32 對啊 我一直在用32的胎壓跑喔 對 天啊 那我車應該要裝多少胎壓呢 我剛剛看你的胎壓表啊 它是寫三個人 是33 那如果五個人加行李是36 36 那我們取個中間值 39 34 好 那操作方面就是加碼 按加碼 按到34 好等一下喔 好 我們要計時一下喔 好 用碼表 這打34要多久 準備囉 好 1 2 3 開始 我們就拍到它停為止 好 這點很好 等一下 等一下爆炸 還是這樣你就比較自己按掉 欸 好 停 所以 從32打到34 大概是1分20秒左右 差不多 OK啦 那你四個胎 你如果一直保持維持不錯的狀態 可能就是 1分半乘以4是 10分鐘內 不到10分鐘就可以把一台車搞定 對 所以說以這個時間來講的話 跟你去外面打 所以確實是時間比較久啦 但是這個便利性高很多 而且不用跟人家擺對 嗯 你也不會間接接觸 這麼好東西 多少錢啊 你買多少啊 欸 我那時候特價900塊內 不知道現在恢復了大概就是 真的嗎 接近900塊啦 那你怎麼不跟我講啊 哈哈哈哈 對 那你如果覺得這個太慢的話 你的時間比較寶貴 你可以買兩個 哈哈哈哈 因為它這個單價其實就是 900多塊啦 是 那你平常類似的產品 大概也要1500左右 那你就買回來 如果這樣真的那麼急的話 買兩個也OK OK 那你這個平常也可以在打機車 你家裡還有腳踏車 或者是小朋友 一些打氣的玩具 都可以用這個 所以說其實蠻好用 有觀眾朋友會不會覺得自己是業配呢 沒有 沒有 就是純粹推薦好東西 開箱 對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汽車的胎壓 安全舒適非常重要 真的 那我們下一集見 好 拜拜